2024年11月1日光之兄弟群体改变世界的关键传导莫尼克马修一者扬声传导 地球的兄弟们光之子们还有宇宙的兄弟们我非常高兴回到你们身边 我是你们的科顿弟兄今天我想继续和你们谈谈你们可能担心的事情 也就是你们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切你们的世界正在各个层面上经历彻底的转变 正如我告诉你们的那样正如你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已经多次告诉你们的那样 就世界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世界正如你们可能会说的那样 这些巨大的转变不会在一眨眼的时间内发生 很多事情需要落实到位 你们的文明中许多不同的设置也需要落实到位 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 我们活跃在你们星球上的各个地方 那里有阴燃之火 石灸之火 毁灭之火和战争 你们所说的深层区域 但它远远超越了深层区域 是你们甚至无法想象或理解的东西 它现在正在领导世界 这是两种相当大的能量的对抗 它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在物质中显现出来 也就是说在化身的人类中 因此在物质中显现出来 但我们正在非常仔细地观察 因为一切都可能变成一场没人愿意的灾难 你们需要明白 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地球上生活过 与你们时代非常不同且遥远的时代 我们与人类有过非常重要的接触 我们生活在伟大的兄弟情依中 我们帮助文明觉醒 让他们占放美丽与和谐的光芒 然后出于我不会向你们解释的原因 我们逐渐撤退 但我们在世界各地留下了你们所谓的观察者 物质中有观察者 但物质之外也有观察者 也就是说 那些在地球周围某种平台上的观察者 其基本使命是发送爱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看守者 但最重要的是在更重要的方面是照顾者 你们目前的文明将取决于几周或几个月的到来 不要害怕 你们所谓的坏只会持续很短的时间 我们正在联系和帮助越来越多的首脑 他们不仅有能力欢迎我们 而且有能力倾听我们的声音 其多首脑的使命是在有战争的地方恢复和平 在不和谐的地方恢复和谐 并在缺乏爱的地方恢复爱 目前你们星球上最可怕的是缺乏高度 缺乏连结 缺乏灵性 如果你们真的想帮助我们 你们需要做的事情最终非常简单 不断连结 每当你们想到我们时 请与我们联系 用你们的心祈祷 你们无法想象祷告的力量 但这祷告不是教会的祷告 这是与伟大存有的连结 与这些伟大的存有交谈 请求他们的帮助 在他们的帮助下 因为当你们请求时 你们就会得到他 你们的祈祷的力量 将因你们的爱与光的力量而增强 目前你们的使命是联系 是祈祷 与圣母玛利亚交谈 与耶稣交谈 与萨能达交谈 与父神母神交谈 但要发自内心地说话 请求他们干预这个小星球 请求他们干预 以便结束所有暴行 如果你们真的对他们的干预 有信任和信心 一切都会如你们所愿的发生 因为不干涉的法则要求各方能够朝着同一个方向行动 通常我们没有权力前涉你们的世界 但随着它的结束 随着你们古老文明的结束和消亡 现在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地球兄弟 只要他们也做出同样的努力来帮助这个星球 想要帮助他们的兄弟 每当你们想到爱的时候 就想到爱 爱地球母亲 爱太阳 爱你们的兄弟 爱你们的朋友 爱所有与你们亲近的人 爱的想法并不需要太多努力 而且它是如此如此重要 要有信心 最重要的是 无论发生什么都要有信心 我们将帮助地球人民 我们将以多种方式帮助他们 我们发现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在地球人睡觉时 或透过深层直觉来帮助他们 也就是说 我们透过灵感或直觉来引导你们 当然 我们不是透过向每个人展示自己来帮助地球人民 而是在人类团体或总统的层面上 然而 我们为那些能够感知和看到我们的人这样做 但对于其他人 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做 我们激励他们 影响这个词不太准确 因为如果我们施加影响 就会产生干扰 几乎就会违背良心 我们为他们做好准备 我们在你们睡觉时为你们做越来越多的准备 目前你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你们会察觉到自己发生了你们认为不可能的改变 如果你们听到非常困难的事情 继续祈祷 继续发送爱 并告诉自己直到最后一刻 你们不仅绝对无所畏惧 而且对地球的再生 转变和改造计划非常有用 他们现在向我展示非常非常奇怪的东西 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 我看到了非人类的人类 这怎么解释呢 他们以可见和不可见的方式行事 很奇怪 他们显现并行动 但他们的行动本质上是心理上的 然后他们就消失了 这并不完全像你们解释的那样 但我们向你们展示了这张图片 以便你们能够理解我们可以提供的时间帮助 即使是物质方面的帮助 这些是我们住在飞船上的兄弟团体 他们来从事一项非常特殊的工作 一项开放良心的工作 但以另一种方式 这主要是在陷入巨大困难的地区 在战争肆虐的地区 我的兄弟们希望 在他们所做的工作中 拒绝战争 拒绝战斗 拒绝白白牺牲 因此他们以非常重要的方式积极活跃在这一领域 你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会反抗 他们会反抗那些没有良心 没有爱 不幸被过度操纵的领导人 你们会看到 在你们小世界的几个地区 存有会崛起 存有会认识到他们是错的 他们会团结起来 他们会与所有卫光和这个世界的和平而工作的存有 联合起来 和平 你们世界真正的和平现在应该不会太久了 总有一天 在人类将经历巨大的苦难 巨大的震撼之后 人类最终将彼此示位兄弟 你们明白 在所有处于战争状态的地区中 想要战争的并不是人民 是领导者想要 但他们明明是在保护自己啊 这些领导人将被铲除 他们将不再存在 因为他们在所能代表的一切方面都是完全低等的存在 这些存在也将受到启发 停止或被摧毁 当然不是我们 而是他们自己 因为能量的不同化 以及和平 宁静的概念 他们完全投入了一种可怕的力量 他们牺牲了一切来保住他 但一切都结束了 这就完成了 我们重复一遍 我重复一遍 我重复一遍 并且会一次又一次地向你们重复 我希望你们明白我们对你们的要求 在这场光明视力与光明视力之间发生的可怕战斗中 你们唯一有效的手段黑暗 它是联系 它是与父亲母亲的连结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灵性 你们看 连教堂连宗教都在崩溃 宗教未能胜任这项任务 这就是他们经常崩溃的原因 但你们 你们不属于任何宗教 你们属于宗教 你们开始感知爱的宗教 你们必须走向他 没有主宰思想 只有你们是什么 你们在完全自由的前进 理解中是什么 从你们有了大师的那一刻起 不管他是谁 就算他可能很优秀 在某个时刻你们一定能够独自行走 不是因为你们背弃了他 而是因为他一定能够以完全的自由 存在的自由 思考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来接近任何人 明天 这个普世宗教将成为完全自由的宗教 每个存在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投资 每个存在都会以自己的方式祈祷 但地球之子 地球兄弟 最重要的是联系 最重要的是祈祷 祈祷这个词可能会冒犯你们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更喜欢谈论依靠 我坚持并且我们坚持这一点 只想你们对计划非常有用 只想你们 对 改变你们的世界有用 现在 以你们所有银河兄弟的名义 以所有你们不认识的兄弟和那些很了解你们的兄弟的名义 因为你们在其他存在中与他们一起生活过 以你们所有兄弟的名义 以我所有兄弟的名义 我向你们提供普遍的爱 这种爱将人类从银河系的一端连接到另一端 从宇宙的一端连接到另一端 这种爱是绝对不会腐烂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 她是最类似于爱之光的爱 爱的振动光 父亲母亲用她来经验她的创造物或创造一切 现在我离开你们了 愿我的爱 愿我所有兄弟的爱 烟没你们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